关于刚才这个问题 我特别想一想再问一下 我婆婆是什么意见 来 先生女士你们好 您好 刚才您的儿媳妇说 说法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说50万是您儿子拿的 这事您知道吗 您听我跟您讲 这个她现在就抓着我儿子不在 为什么我通过这媒体 赶紧把我孩子找回来 我到底做一个笔记鉴定 就一目两然了 儿媳认为 丈夫害怕承担做假证的责任 才故意躲避 婆婆则说 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将儿子藏起来 他们也十分希望尽快找回儿子 解决这桩经济纠纷 律师认为 如果说丈夫失联 是因为逃避做伪证的责任 似乎讲不通 那么丈夫突然失联 是否是另有原因呢 你觉得你丈夫离家出走 除了刚刚你说的这个原因 做假证的原因之外 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4年吧 我学车板 跟我丈夫说 我说这月的那个钱 我报那个学车了 您把孩子撮上去给交上吧 他说我不交我没钱 我说你还是个男人吗 他来就我本就不是男人啊 我一气之下 我就从那个桌子拿了一本书 我就投他后背上了 投后背他回手 啪就给我一巴掌 我说咱俩离婚吧 这次真的不能再过了 我说我什么都能容忍 你花我钱我都能容忍 但是这个上手打人 我说绝对不能容忍 完了之后吧 我就写了一个协议离婚 孩子呢 归我 我的46平米呢 孩子46平米呢 写的孩子名项 归孩子 完了之后就写了那么一个协议 他拿我来一看说 我妈不会同意的 你跟我妈商量去吧 我说我嫁的是你 还是你妈呀 那我不管 你跟我妈商量去吧 在这之后 我婆婆带着孩子就走了 据儿媳说 2014年他与丈夫闹离婚 同时也提到了分财产 或许婆婆不希望他们离婚 就拿孩子当筹码 婆婆悄悄带走了孩子 导致他这一年的时间 没能够见到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家庭的矛盾 开始变得愈发严重 你婆婆带着孩子走了 就带着孩子走了 那时候 带着孩子走哪儿去了 走哪儿我不知道 隔了一个礼拜 他让他看见那个妹妹 给我打了一电话 说带孩子去 在海边旅游 把手机给丢了嘛 我以为是 没准去海边 真的玩了是吧 这一隔又一个礼拜 再我就看那衣服 孩子衣服一件一件少 半月之后吧 我就问他 我就问我公公 给我照顾 我说那孩子到底去哪儿了 你妈带着就玩几天 我说到底去哪儿玩了 我也不是去哪儿玩了 就玩几天就回来了 这一晃 又二十天过去了 我觉得就不对劲了 就这样就闹 闹到那个 那个哪儿 那个新屋门派出所就过去了 我公公来一句 藏起来了 就不让你看 怎么着吧 我现在都是说实话 我跟那孩子们干嘛 哎呦 我能不让你见孩子吗 那个新屋门派出所 那可不行 这些孩子妈 你没有这个权利呀 我公公就说 行行行 你回头让我看 你直接派出所就走了嘛 那后来呢 最后试试证明 到底孩子去哪儿了 说让我看 结果还是没看 我就跟着我照顾 跟着我公公 他们晚上不就上班嘛 我就在晚上在外边 一住就拿这个 弄一个那衣服 披着 在外边堆一堆 醒完了就跟着 最后找牢了 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多月了 我弟弟开着车过去 完了我就 因为这儿见孩子嘛 我就跟我婆婆闹起 我说把孩子带走 就我就要孩子 隔了两天 我买个东西去看孩子 我婆婆带着孩子 又转移了 一直转移 我买北京市的长 来姑娘 咱们别激动好不 行 我那时候找复脸 我全求助了 起诉离婚 没人能看到孩子 是吧 在那一刻 我起得素 据儿媳说 她起诉与丈夫 离婚 真孩子的抚养权 婆婆却开具了一大堆 他们抚养孩子的证明 无奈之下 儿媳主动撤诉 直到2014年12月份 婆婆需要儿媳 配合签字 选回签房 才将孩子送回儿媳身边 而在此期间 丈夫就已经开始玩起了失踪